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转型对元大帅哥应该是元大算术来说是没有白转了 当然了和元宾的好天气比起来另外一位女星张雨琪她天气状况就不是那么好了 是阴天 那失恋之后的张雨琪呢只能是强颜欢笑在这个重庆做代言 那只能寄情于工作来聊自己的情商了 这一边呢张雨琪是独自爱人身伤 而那一边呢张雨琪的前男友汪小肥和大S确实打得火热 两人是实质紧扣出现在机场高调示爱 而且还在各自的微博上证实了已经订婚的消息 当这个黄金圣女啊遇到钻石富二代 让两个人呢是一见钟情还是各有所顾 不过大S确表示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其自然 而且现在自己是非常的幸福 而大S的妹妹小S呢也表示恋爱中的大S美的就像18岁的少年 这几天在娱乐圈里闹得沸沸沸沸沸沸的大小恋 昨天终于在汪小飞和大S实质紧扣现身机场下正式曝光 大S手上依稀可以看到亮晶晶的婚戒 随后汪小飞首度开疆承认两人订婚的消息 她在微博中写道 大家也别猜了我俩就是订婚了 很冷静也不突然 只是在一个很恰当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对的人 大S也回应道我很幸福很确定很开心 而且我们会一直幸福下去 从跟小飞见到第一面我就知道是她 见第四次面就订婚了 大S和汪小飞打方的在微博上写下喜事 就连做妹妹的小S也说 从来没有看过眼神放射爱光芒的姐姐 我最近一次看到大S 她整个人就是像一个18岁的少女 在没有化妆的情况下 大概才几个礼拜前吧 就是她心情非常的好 眼睛有射出爱心形状 对于姐姐递婚的消息 小S直说喜事要当事人和大家分享才对 因为这毕竟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主角可能想要自己来讲 然后他可能想要第一时间享受大家对他的祝福 所以我们旁边的人就只能抱着 只要大S开心我们就开心的心情 对未来姐夫王小飞的印象 爱搞贵的小S也回答得很妙 长得还蛮像我老公的 帅度有差 可是很滋稳 当然是我老公帅啊 可是看完媒体的报道之后 我怀疑大S应该是暗恋我老公吧 人时20天就闪电订婚 不禁让媒体怀疑大S是否已经怀孕 这一点我敢确定是真的没有 大S婚事曝光后 大S爸爸也成了媒体追逐的焦点 小S笑称爸爸其实很想红 更表示大小恋会有新的代言人 他现在已经有新的发言人 他的发言人已经不是徐妈妈了 就是也不是徐爸爸 徐爸爸是很想红吧 我看到 就是他们他新的发言人 应该会出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而徐爸爸对这位准女婿也很满意 看得很顺眼 徐爸爸对女儿与豪门公子订婚喜上没伤 但豪门婆婆张岚对于这个儿媳却有所保留 张岚的态度对大S顺利嫁入豪门 无疑是蒙上一层灰 女明星嫁入豪门向来不容易 李嘉欣与许京亨相恋 一度传出许京亨父母不喜欢准媳妇 让李嘉欣嫁入豪门之路一直受阻 相恋三年之后 两人才终于在香港注册登记结婚 而梁洛诗虽然为李泽凯诞下三子 但也一直为正式嫁入李嘉 由此看来 女王大S想要顺利嫁入豪门 还得好好努力了 罗帆天编辑报道 有人说呢 大S如此快的闪婚呢 是因为想攀附急切地嫁入到豪门当中 但是仔细想想呢 也有可能是两人各有所需 因为大小莲的爆出呢 对于汪小飞所在家族的品牌呢 也是有很多好处的 比如说呢 瞬间是走敲了大江南北 而且呢 再加上这个企业马上要上市 也不免有这个宣传造势的嫌疑 而之前呢 因为合作泡沫之下 和大S传出绯闻的何润东呢 昨天也是来到了福建泉州 作为这个服装的形象代言人 不知道对于这个大S订婚的消息 何润东有怎么样的看法呢 昨天何润东来到泉州 参加某代言活动 因为合作泡沫之下 何润东和大S曾经传出绯闻 如今大S闪电订婚 不知身为前绯闻男友的何润东 对于这个消息作何表态呢 当然是会祝福他 那我觉得 定婚结婚是人生的大事 那我当然也希望说 好朋友可以得到幸福 何润东大方的为大S送上祝福 至于自己的另一半 又会何时出现呢 何润东也是无限感慨 慢慢寻找吧 我觉得还年轻嘛 不急 虽然我身边的跟我同龄的朋友 都已经不知道都已经几个孩子了 但没关系 我觉得可以慢慢找 什么时候也订婚呢 乐凡天全周报道 大小恋前前后后 只用了二十天的时间 而且男女主角呢 只见了四次面 大S和汪小飞 就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也难怪有人质疑 他们是不是冲动的结果 但是也有人说 这个恋爱中的人总是盲目的 也许只有清醒如郑元唱 才会说绝对不会高调恋爱 林志玲郑元唱现身香港 出席一个以牛仔裤为主题的 慈善展览活动 最近大S闪电定终身的消息震撼娱乐圈 不知道林志玲郑元唱对于这个消息有什么反应呢 我不想要大S我们在看电视 大S是真的吗 我在飞机上看到报纸 我简直整个快要从座椅上跳起来了 因为我很非常的surprise 那如果是这个讯息是真的 我真的为它感到非常开心 老实说我是今天来香港的时候 都在机场的报纸上面看到的 其实上午不是闪电结婚 因为其实如果没有被媒体拍到的话 我应该都还是会处于私底下交往的阶段 然后只有要步入婚姻这个阶段的时候 会主动告诉大家 专言创虽说要把恋情绑密 但坦言自己现在还处于空窗期 多久没有拍拖 假如是那种稳定长时间的那种交往对象的话 大概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了 但是这几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暧昧的对象 但是因为时间太忙碌了 所以就没有更后续的发展 而最近娱乐圈的另外一件大事 就是Selina拍戏受伤 之前曾经因为拍广告而坠马受伤的林志玲 谈起Selina的意外 后有感同身受之痛 其实看到Selina这样万分的心疼 然后我觉得大家都为她祈祷 希望她一定要赶快赶快好起来 然后为她加油 可是她自己本身非常乐观很坚强 我觉得艺人的安全 其实我们都相信所有专业的工作人员 所以工作人员希望大家也能用 最高标准的严格度吧 来保护艺人 然后当然也去保护工作人员 他们自己本身 乐盘天香港报道 玻璃渔去下节看点 六年之后王菲首度开唱 经典歌曲轮番登场 兴奋过度意外走音 别走开 下节更精彩 广告之后 欢迎回到由赛期运动协服 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冷番间 我是小玉君云成 那昨天晚上呢 王菲复出的首场歌唱 是在北京上演了 天后的华丽回归啊 也是让不少歌迷欢呼雀跃 那其中呢 也不乏一些明星歌迷 不过昨天晚上 不管是谁 在天后面前都会选得黯然失色 因为昨天晚上只有一个主角 他就是王菲 乐盘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乐盘天驻北京记者张运 六年没有开演唱会的王菲 今天终于要在北京开唱了 那现在距离王菲开唱时间 还有半个小时 让我们一起静静了 来等待这个重要的时刻 漫长等待了将近六年之后 天后王菲2010巡回演唱会的首战 昨晚在北京举行 众多歌迷早早的来到五科松体育馆 安静的等待这场万众期待的演唱会开始 在这些歌迷当中 也不发一些明星粉丝 伯伯组合之一的傅心伯 提前半个小时坐在场地前排 还有钟立体也早早来到现场守候 而好姐妹赵薇 也是在开场前就出现在贵宾席上 专程到场为王菲捧场鼓劲 晚上八点之后 覆盖在舞台上的幕布突然落下 全场瞬间爆发出尖叫声 但台上依然不见王菲的身影 只有音乐声缓缓响起 天后王菲似乎跟歌迷玩起了指纹其声 不见其人的噱头 选择这首《只愿为你守着约》 作为开唱曲目 似乎是王菲想对苦苦等待他多年的歌迷说的心里话 当演唱到一半的时候 舞台正中央的巨型冰川缓缓打开 一身白色长裙的王菲 开始走进歌迷的视野当中 久违的天后在舞台上依旧冷艳 依然延续自己只唱不说的演唱会风格 尽管已经有六年 位于歌迷有如此近距离的互动 但经典的歌曲依然让歌迷们陶醉不已 现场更冷写的地位 下海,一晓到两下 下海,一晓到两下 知你个人以外煌炭炉 要明天后怕咱们来 下海也,好吧 野人特别认真是女性天然你 南风大气和 heter衣如真 眼见歌迷们如此支持自己 天后王妃可是越唱越兴奋 但不曾想自己兴奋过度 在演唱歌曲《红豆》时 竟然意外地走音 嘴角露出一丝尴尬微笑的王妃 显然并不在意这样一次小失误 但在接下来的演唱中 重新换一身复古造型的她 连续几次被升降机吓到 按照事先主办单位的安排 王妃的演唱会只对媒体开放20分钟 在她第四首右键吹烟的歌声中 媒体记者在保安人员的护送下 也只能不情愿地离开现场 王妃竟然会走音 很意外 记者张云会经报道 好的 看完王妃演唱会的精彩片段之后 不知道电视机前 您对于王妃的这一次付出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当然大家也可以登陆到 我们娱乐乐凡天的官方论坛 来各书起见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吴奇隆的最新消息 吴奇隆担担制作人的新戏 王妃丈夫在杭州拍摄 主演戴娇倩 宝建峰 秦岚 林宝怡 吕宋贤 这天盛装出席答谢晚会 早年吴奇隆投资拍戏 曾亏损800万元 但这次据说 王妃丈夫的发行量不错 对 我这次来收钱的 今天我会特别来 也是因为希望 借这个机会来 真的谢谢这么多的好朋友 因为 在一部时装戏里面 你要聚集这么多 大家熟悉的 知名的艺人跟明星 是相当不容易的 现实生活中 大家都称吴奇隆是个好男人 而完美丈夫这个剧名 似乎也是向世人暗示 她是一个完美丈夫 我只是不算坏的 其实题材是 大家一起搜集 一起找 片名是片名 跟我没什么关系 而且 我也不在戏里面出现 我在戏外出现 在现场 剧作还为吴奇隆提前庆声 反击生日愿望 一心寄情工作的吴奇隆表示 自己目前对于感情问题 十分回避 你可睡大觉 也不愿多接触女性朋友 我百分之七十八十都在拍戏 然后其他时间 我又用来做制作 所以 我有时间我睡觉好了 你完全不考虑吗 没什么 没什么想法 没什么机会 见到人 接触人 所以没什么 还是说随缘 就是如果遇到了 随缘吧 随缘吧 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随缘 有时间 宁可睡大觉 猪猪就陪 杭州报道 寻找百威 K哥之王大型选秀活动 目前覆盖了全国的12个赛区 31个大中城市 而在我们福建赛区呢 就举行了福州 厦门 漳州 泉州 四大赛区的海选活动 目前呢 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决赛阶段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关注一下 泉州赛区的精彩赛况吧 百威 K哥之王争霸赛 经过初赛复赛的层存选拔 日间终于进入到区域的决赛决战 全州赛区的决赛就在近日激情上演 为了得到晋级福建赛区总决赛的资格 选手们也是卯足了全境 为了登顶百威K哥之王 实现亮相格莱美盛典的美好的梦想 选手们用尽浑身解数 有的选手在现场竟然还标起了海豚音 不是每个人都有一副好嗓子 但每个参加比赛的选手 却有登顶格莱美的梦想 为了晋级 就算唱歌封面落选了 没关系 我们还有其他残艺呢 本场比赛当中 最终选出了六名顺利晋级的选手 参加10月30日福建赛区的总决赛 接受更加严峻的挑战 乐凡天全州报道 赛区为梦想奋斗 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尚常人环节 经过观众的热心票选呢 昨天获得我们时尚常人称号的明星 就是周杰伦了 在这里要恭喜论场上 叫做碧蓝的朋友 获得由赛区运动鞋服 所提供的精美运动装备份 还有就是周杰伦福州 跨时代演唱会的门票两张 恭喜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时尚常人的候选人 有哪些吧 他们分别是 大家可以选出你心目中的时尚常人 并且告诉我们你们选择他们的理由 这样你就有机会 获得由赛区运动鞋服 所提供的精美运动协议双 好的 今天节目就这样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好好的分手 雪花掌控的气候 我们一起掌控 会得明白 什么是温柔 在美丽牵着的手 我忘记的笑容 就会很久了 没问题